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殊收容措施 目前被安置在 的收容室内 看守人员必须拥有足够的扛大口径HE弹的能力 并且收容场所附近百米之内不允许任何综合装甲防御力低于80的坦克接近 以及作为看守人员 否则将触发目标的收容抵抗 描述 美系轻型坦克 沿用了M41斗牛犬轻型坦克底盘 加XM551系列灯炮塔的产物 装备有152毫米火箭炮 对综合装甲防御力低于80的坦克都有着极大的威胁 性格极其恶劣 每当意识到诸如AMX RU 莱茵 等综合装甲防御力低于80的坦克在其附近时 会直接冲出收容室 追杀接近目标 并且会将一切阻拦其行为的坦克摧毁 或使其坦克 该症状会在接近目标死亡后解除 SCPT-1121会自行反护收容室 SCPT-2607 SCPT-2607 名称4-07号 项目等级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T-2607 目前会收入在 坐标 的收容室内 宽首坦克吨位必须大于80吨 以阻挡SCPT-2607逃离收容室 描述 S7坦克 是苏联科金设计局的尼古拉 沙石木银设计的一个 即重装甲 高火力 高机动 等特点于一身的 行驶中心 在1948年到1949年之间 由基罗夫工厂生产了6辆样车 由于过于昂贵 该坦克没有进入苏军服役 虽然光甲厚度只有150毫米左右 但由于极佳的防弹结构 使得S7拥有很强的防护能力 配备S70 57.2背筋 130毫米加弹炮 火力出众 SCPT-2607 在每周日都会变得焦躁不安 随后极度暴躁地对周围展开破坏 经过基金会测试 对S7的弹药架进行爆破 会有效地治疗该症状 必须每周六 派至少三名拥有足够伤害到S7的CG牌 或武装人为 对S7的弹药架进行射击讯 项目编号 SCPT 4138 名称 KVR 项目等级 E3 特殊收入的措施 SCPT4138 目前被收容在 地图内 不需任何看守人员 收入目标暂时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仅需要供给日常消耗 描述 二战前夕 苏联西北方面军指挥部 就要求为四辆试验用的KV-1 安装上152毫米的榴弹炮 KTZ设计局最优秀的设计师会召集起来完成这个项目 最终诞生了大型的MT-1型炮炮 152毫米MT-10榴弹炮 SCPT4138 因为很多坦克报告 被移动中的KV-2机会频率过高 而被基金会关注 随后在时间 被基金会收容 SCPT4138 半径30米内会随机传出歌声 可以被任何坦克听到 但目前确认播放过的音乐 仅有1944年版苏联诵 King D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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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叙事 Gear Up 有Hypex Curious 每当周围人听到一场音乐时 就算SCPT4138在移动中 火炮受损 炮手受伤的时候 也能命中 甚至击杀敌人 其中原理至今没有被基金会研究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